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雅各书》第四章 第二至第三节 你们堪乱还是得不着 你们杀开侄到有斗偶争战也不能得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扣 你们扣也得不着是因你们妄扣 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 通常见到一个人自尊心极重的人 你知道也要迟早收工 我说迟早收工是说他的信仰 是否上到天堂 可能他可以在石安中老 但究竟上不到天堂 就有问题了 因为一个人将整个信仰当中 神最重视的悔果铲起了 而他说去信仰 那其实行不行呢 我们看到 施洗约翰对法利错人说了 我想你知道 在马他提亚的时代 主耶稣一百年前就开始了法利错人 当时他们不是这样的 但是后来整个以色列国家 开始去跟从了法利错人 他们自己就觉得好像教皇 他们的自尊心就高过天 于是他们有信心 但是不会有悔改 这个原来是人之常情 这就是为什么 你现在明白神 为什么会选择一些又老又旧 已经是为自己封了神位的宗派 因为他们怎么样 他们将自尊心捧到上天 你不用看 你不用看几百年的宗派 你看回我们教会当中 信了十几十年的基督球 你就知道 有些真的将自尊心捧到上天 明明是错的 明明是不对的 明明可能他是脾气差 明明他可能做事很懒散 或者明明他说话很猥琐 很多人都笑过他 不要说笑过他 你明知甚至连他们的对一 都说过他们 他们不改的 他们不改的原因 不是他改不了 是因为他的信仰 已经挪开了一件事 就叫做悔改 记住一个人在信仰上 挪开了悔改的话 是绝对没有人可以保证理想上天 因为这个就是天国 天国就是悔改信福音 你不悔改 你根本没有资格信 你说的信是没有行为的信 你是继续结坏果子 你不会结新的果子 所以你要看到 在我回到香港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 我永远是个评讯图 如果别人说我错的话 我会改不得知 我会直接打电话 向那个人说 你说得对 向他道歉 或者我打个短信 告诉他 你都能做得对 我做错 我听听 我都会这样做 但是在我下面 这些基督图 其实说真的 在这么多年当中 我看到很多人都不做 不做的意思 当然当然会教他 因为他不知道 什么叫做悔改 很多时候 因为我说他那个人 不是平辈 说他那个人 不是对一 那时候有点静 对一说他都不听 他觉得这样是OK的 不悔改是OK的 因为我相信了这么久 因为我是卡着负责人 因为我是存职 因为我是什么 因为我是爱物 你想想你给这么多理由也好 但是问题 这些理由你不会多得 一个法利赛人 是吧 那又怎样呢 那你证明了些什么 就证明到只有一件事 就是说你在神的面前 你求什么都是妄求 因为你没有信心 所以有些人就是 后期慢慢觉得 在世安都没有出路了 有些人你知道吗 在我们教会当中 有一些是存职 他离开教会的原因 就是他觉得他太太 自己在世安没有出路 但问题是他太太 有时常说大话 动下说大话 那当然没有出路 怎可能哪个 说软口大话的一个人 做家负责人太太 哪可能啊 一些是贪财 一些是有其他这些问题 一些就直成是 身为家负责人的太太 和人犯奸任 OK 他觉得他太太没有出路 在世安 我想 你有没有搞错 你现在当这间是什么 你觉得这间教会 是大家斗骗的 然后可以上到来 那便 哦 成功了 那我可以中路了 就如我所说 这些人 你以为他没有祈求 那样的内心 顶着明我们内心会过 都有祈求 但是呢 我们小心 我们变成亡狗 我举个很实际的例子 就是原来我们悔过的时候 神是给一些东西 我们眼未曾见过 心未曾想过 耳也未曾听过 但是如果你不悔过的话 连你想要的东西 不要眼见 即所谓眼见深谋 不要说你眼见深谋 那些 你得不到 更加不用想 你眼未曾见过 耳未曾听过 心未曾想过 比如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或者你其中一件事 听日华的讲道 和很多外面教会是不同的 你当听我的讲道 这二十多三十年 你会发现我慢慢演变 但是听的讲道的时候 就算你回到其他教会也好 或者你甚至是 从来没接触我们教会 突然间听我们的讲道也好 你会发现有一个共通点 很多时候 那个讲道是很适合你听的 就算那边讲道是二十多三十年前 你都发现听的时候 很震撼 那时候讲到这些东西 那时候已经知道这些东西 那时候已经讲到这样的 为什么有这么有趣的现象 普遍教会为什么不可以 甚至他们的讲道也不值得录下 为什么呢 听着一件事 其实当年我回到香港的时候 我只是求 当然那个不是网球 我只是求他开始一间教会 但是 神不单止把我求的给我 他将我眼未见过耳未听过 心都未想过的东西 他给我 神很早年已经跟我说 我都在很早年的主日讲道也分享过 因为有时候主日的时候 我们本身已经有七个人八个人 有时候打风下雨 我说主日只有三个人坐在那里 你知道吗 所以我曾经在一次讲道当中 就跟大家分享 那次明知只有三个人 我上台去说 带神跟我说 一华 你不要当你对着几个人说话 你记住有生之年 你要当你对着一千人说话 OK 那这个是最早期 神给我的鼓励 然后当然 你听我的讲道 我真的当作我对着一千人说话 但是 也未能使得 很多其他教会的人 或者第一次听我的讲道的人 觉得我说得很适合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 在那次之后 神再清楚要我做一件事 现在我就明白了 譬如今时今日 今年 我现在一说 你就会立刻明白 当时 神给了我这件事 神跟我说 他说 你这个讲道 不要想着说服 坐在那里听你的讲话 不要想着说服你这间教会 我要你每一篇讲道 都想着说服全世界 是吗 丁姐妹 我求只是求有一间教会 我求只能够在这间教会 能够说一篇好的道 但是神要我 但从我开始慢慢 神的心意 是按着我所求 还要比多到 我想象不到 我实际没有想过 这样啊 原来 没有想过 这个 当然现在 发觉我的讲道 慢慢 现在大家要留意 我的讲道 已经不是说 只涉及我们自己教会的 弟兄姐妹听 你看看我的讲道 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我的讲道 现在尤其是荣耀盼 是说服我们自己的教会 只是说服香港人 不是 我的讲道是说给全世界的人 这个就是神 给我的呼召 你见不见 如果我们经常拿着自己的自尊心 经常拿着自己的不悔改 我们的信仰 根本有些人在第三四年已经死了 已经 而他所有在神的面前求的都是网求 那么何必呢 今天你听我这一篇灾在的时候 你是何必呢 如果你 就如我所说 我回来的时候 我想想 为什么香港人就是这么坏的呢 连一些这么基础的东西 都要是兜圈 都是要兜圈 兜来兜去 都是没有办法过得回 连起步的 他们都要停下 明明起了步的 他试过懂得去悔改信福音的 但是为什么跑一跑一跑两三年之后 他就已经把悔改放在一边 他就说信就算了 所以你要看到典型 可以说在我们这间教会当中 所有听主日信息 只是听一次的人 他都只信 绝对不会有悔改 这个我可以感爆 绝对 没有可能 你只听一次 你根本就没有预备走出来 其实你知不知道 《眼角书》第四章 第二至第三节 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 你们杀害疾到又斗 有争战也不能得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网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燕乐中 全着信收盼望 无句风如浪 神之对 神思之日 量过 随正内收困话 可能说 你借着说 神如果 在我 感谢 我们想当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